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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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希望美国发生国内战争 发生动荡的人 他们好多人都是属于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共产党 就在这里边挑补离街 离街际希望美国发生动荡 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 最恐怖的恐怖分子 八项外交政策其中一条 就是中国问题优先 事实上对于中国外交优先 这个提法都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中国哪有外交 中国不存在外交 不能够跟中国有外交 更不能够跟中国共产党有外交 这几十年来美国的交往外交 建立外交关系 资源也好 外交关系也好 不管什么关系 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美国在这方面犯了巨大的错误 犯了这个世界性的大错误 在对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正在犯错误 还将技术犯错误 付出国家代交 付出美国人的生命代交 现在中国病毒攻击美国 造成美国死亡人数 51万多人 这还不算 这还不算 美国人平常 以前说的是 美国人的生命安全 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问题上来看 打破了一切的说法 美国对美国人的生命 并没有放在眼里 或许是经济上的省市 它都不会看得很重 对美国人的生命安全 他们心里是有树立 尽管是没有对中国 要求赔上生命代交 从来没有提过 但是美国人不会不清楚 美国人一定会清楚的 这个美国提出的 这个中国外交 是最重要的 有些事项 中国不能够再跟中国共产党谈谈 不能再跟中国人谈判 不能再跟中国人接触 仅仅不接触 还不够 必须退回它 风筝 美国的代交 是必然的 美国代交 是不可能挽回的 去年三月份中国投毒 实际上中国去年 中国是十一月份就投毒了 只是在中国国内慢慢爆发 去年中国西运战争 是一种常识 对全世界投毒是一种常识 就是试一试 演习一下 那么这次投毒 下一步投毒 可能就不需要再救治了吧 中国人早就准备了137种病毒 对全世界 对美国 最近传出来 中国已经掌握 中国促成了2000多种病毒 那美国还跟他谈判 谈判什么 虽然一个恐怖的民族 虽然一个恐怖的组织 还不赶快去摧毁他 还谈判 就中国外交谈判 外交错伤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 不能够再有谈判 不能够再有接受 不能够让他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杀人争权 对他的游戏处理是对的 但是对他跟他对外交关系是游戏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跟这样一个鞋子学 还有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 说明了美国已经坠入到了这个恐怖的境界 为什么美国人看不清楚呢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愚蠢呢 或许美国人有他的想法 但是毕竟这种想法 美国人需要付出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 美国人需要付出国家的代价 最近要对习业作新骨采取行动 随时习业作新骨 说的是朝鲜 朝鲜 伊朗 美国人真虫还是假虫 真傻瓜还是假傻瓜 虽然他是协助英国 他的背后是谁 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 朝鲜伊朗的背后是中国人 朝鲜伊朗背后是中国 他们才是协助英国 最近几十年来 公途 任何的动乱 任何的战争 都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 中国 对这一级插手 不是出血就是出力 不是就是平常 最后再进行破坏活动的准备 美国人为什么看不懂 真傻还是假傻 实际上美国人应该知道 你要跟中国人往来 你必须付出代仰 你想看中国人的钱 中国人一定会要你的命 美国人应该清醒了 不算把伊朗朝鲜解决了 把伊朗朝鲜摧毁了 更替他的政权了 这世界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并没有解决 或许事业上更野 Stream 分 Nanu 他的背后是中国人 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 他 Ah 中国人会放过美国吗 不可能的 美国跟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 几十年来 美国的世界影响力 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是一天不如一天 积极败退 造成美国国内自身对美国人 对美国的认同都出现了危机 美国人不想一想是为什么 实际上美国的战争还不是 不完全是在海外 而美国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 美国的战争在美国的国内 在美国的境内 为什么这样说 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前 美国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前 美国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更没有出现对美国的认同问题 更没有出现认同危机 就因为美国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美国让中国大量派共产党的贴户 大量派共产党的一代一代的贴户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搞破坏 造成美国今天自身的困难 自身的麻烦 而且自身的问题现在 不管谁当总统 都不可能解决美国本身自己存在的问题 是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根本问题是中国 因为你不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会解决美国的问题 中国人说中国人生活得很好 香港生活得很好 美国才需要解放 他们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他们正在来解放美国 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几千万话的 在美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中国人 来美国干什么 就是来颠覆美国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五中队 他们就是来摧毁美国的 美国人看不懂 美国人还在对中国抱着希望 抱着期盼 这种期盼 美国是一次一次次的破灭 一天天地破灭 美国不想解决中国问题 不想付出代价 更不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美国人现在已经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代价 美国人还觉得不够 也成都不敢承认 那美国还准备付出多少代价 还准备付出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甚至上亿的人 甚至上亿人 上亿的美国人的生命代价 那个时候美国能够决定吗 到那个时候美国决定的机会都没有了 美国就直接完了 一个是被共产党中国人占领 一个是被中国决定消灭 美国人非常的愚蠢 跟中国人的接触 不应该用常人的概念 应该站在叠人的恐怖的血液的角度来看问题 那就对了 如果站在西方人的契约精神的概念 去看问题 美国人一定会死不在这种致病 我们每天谈到这个时候 都要谈到这个 订阅我的YouTube 关心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游化作品 我的游化作品 完全是纯粹学派艺术 可以说 现在的现实主义 创作 仅仅只有 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都快成为古化石了 在现实主义道路上 朋友们应该收藏我的作品 一说是人类共同财富 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财富 是整个人类的财富 我每天谈到中国美国 是因为我担心美国的去向 我热爱美国 喜欢美国 我没有什么为美国人民 做出贡献 我有一千多些艺术品 争取留在美国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帮助我把我的作品 组成一个博物馆 让地球人都可以参观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是一个工程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因为这个工程 是人类灵魂的基金 因为艺术品 艺术品是不分党派 不分国籍 不分文化 是人类共同财富 谁都能够看得懂 喜欢不喜欢 好看不好看就够了 因为你不是做专业 不需要去研究那些 就是喜欢不喜欢 好看不好看 就可以了 朋友们可以通过推特 可以通过YouTube 看到我的作品 通过我的背景 看到我的工作情况 我现在非常的忙 我现在的左边 是我一个朋友 一个女画家 她的自画像 我的右边 是我正在创作的 新世界大家庭 美国里面 艺术美国人 不管我的艺术 朋友们喜欢 你不喜欢 不要带政治观点 我是借证历史 借证美国 借证当下 我是用艺术去记载这个历史 不管它是左边还是右边 它都是人类历史的 一个组成部分 不可活去的一部分 所以不管我画谁 不管我画什么题材 都是当今现实的历史 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 我画了美国第一 美国再次伟大 现在我又要画这个 南西陪陆西 就是我又不要这样画 上面 都是些小朋友 小朋友当中 其中就有脚背等 其实就有扩紧力 我转向了 我不是转向 不管谁成为美国总统 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个历史 在艺术上我们不太缺调 我们是K官的看问题 川普的美国第一 美国再次的伟大 我是非常认同 川普地面也会影响 如干带着 现在新政府 脚背的政府折证 他们也不太可能 真正意义上的把美国摧毁 只是说他们的折证理念也不同 他们的方式不同 美国还是美国 美国即使是有什么问题 他们会自我修正 我们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人的家 来到美国人的家 我们是学习 戒政美国 戒政历史 我们没有理由去拉一派 打一派 甚至最近谣传了说 明天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平常识判断 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这些都是 都是杰左杰右的人 他们真正 真正的是美国的 对领面 他们希望美国乱 希望美国烂 特别要提防中国人 那我们就谈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 每天我们来谈中国谈美国 谈艺术 希望朋友们喜欢 两分钟 感受一下我背后的两张作品 大概是两三个月后完成吧 后续再过两个月就完成了 好 欢迎来明天晚上见面 再见 明天晚上见面 明天晚上见面 谢谢朋友们 朋友们 安静两分钟 看看我月初的作品 两张作品都还没有完成 都是一个相当于是个构图 大概还有两个月以后完成吧 争取在两个月内完成 好吧 三个数码器 让朋友们安静两分钟 感受一下艺术 切针一下 利子 这不是 我来吧 对啊 来吧 我来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